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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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那一刻 vocal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包括台 Half真的很保險 成功 第一 role 魂柜之生 我心里的心里的感应 在世人眼中 我胆怯占绝 你化与此 你化与此 我心里的感应 在世人眼中 但我抬起头 你不离起我 你不离起我 紧紧抱住 借那我 我美好求助 阿爸父 带我脱离 黑暗身有骨 在你眼中 愿胜过珍珠 天赋的大爱 我无法细数 我不再委屈 高山低谷 因你同心 在一路上保护 唯有你能 是爱哭 便祝福 永远心 靠我救助 回向那一刻 曾被该抱紧 一路有主的旅行 无数破碎 无数破碎 生痕 有你 扶辟 赐我心生命 心灵的 跟您 在世人眼中 在世人眼中 我淡去沉静 你话语刺 我信心 当我抬起头 你不离起我 你不离起我 紧紧抱住 借那我 我美好救助 阿爸父 待我脱离 黑暗身有故 在你眼中 愿神过珍珠 天赋的大爱 我无法细数 我不再委屈 高山低谷 因你同行 在一路上保护 唯有你能 是爱哭便祝福 永远心靠我救助 回向那一刻 曾被爱抱紧 一路有主的旅行 无数破碎伤痕 有你扶辟 自我心生命 心灵的安宁 在世人眼中 我淡缺沾尽 你话语刺 我信心 但我抬起头 你不离起我 紧紧抱住 借那我 我美好救助 阿爸父 阿爸父 待我脱离 黑暗身有故 在你眼中 愿神过珍珠 天赋的大爱 我无法细数 我不再委屈 我不再委屈 高山低谷 因你同行 在一路上保护 唯有你能 是爱哭便祝福 永远心靠我救助 人的话 伤透你的心 人的话 伤透你的心 你是不是也曾经 被人用话语伤过 很难过 也很难走出来 特别是有的人 在你的身上贴了标签 让你很受不了 对你个人也就罢了 可是如果是说到你的小孩 我想 这是对任何父母 都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 也是非常受伤的 我想到著名的爱迪生 她的母亲就是这样 那一天 爱迪生哭着回家 拿着老师要转交的字条 给她的母亲看 在字条上面写着 由于你的孩子太笨了 根本就不能够学习 甚至会拖累全班的进度 所以为了大家好 希望爱迪生能够自动退学 这个母亲看了以后 她的心好像被刀割一样 她流着泪 她看着老师说 自己的儿子笨 不可能学习 她非常的难过 可是她坚定的对自己说 我的儿子爱迪生绝对不笨 她也不可能无法学习 如果老师不愿意教她 我就自己来教 结果这个母亲非常有耐心 虽然老师的话伤透她的心 可是她拥有天赋来的爱 她耐心地教育她的孩子 所以这个孩子成功了 她成为举世有名的发明大王 所以你知道后来当她去世的时候 美国人在晚上9点59分 全国熄灯一分钟 为的就是要纪念这位电灯的发明人 当然爱迪生除了发明电灯 电影放映机 留声机 还有许多的产品 我们知道都是因为她的背后 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不因为老师给她贴上标签 就放弃这个孩子 可能有的人的话语会让你伤心 可是你千万不要放弃 有另外一个孩子 其实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神医步道家 她的名字叫做布永康 她从小也是常常惹事 让父母非常头痛的孩子 布永康她提到小时候 她几乎每天都被她妈妈打 有一天早上她才刚起床 她正在吃早餐的时候 她的妈妈竟然要拿一根棍子打她 她就喊着说 妈妈你干嘛打我 我又没有犯错 你为什么要打我 她的妈妈说 我告诉你啊 妈妈今天很忙 没时间修理你 反正你今天一定会闯祸 我先打好了 是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无形的 为自己的孩子 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呢 像这样的孩子很调皮 可是当他被上帝改变之后 谁都没有想到布永康 成为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步道家 是 是 不管今天 你面对你的儿女 有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你自己 在你的身上 有什么样的标签 人的话 如何的伤透你的心 如果你愿意来倚靠神 你就会经历到我们的神 非常的奇妙 他可以化不可能的 为可能 他可以把咒诅变成祝福 把哀哭变成跳舞 人的话不代表什么 也不会应验什么 唯有神的话 才会带来奇妙的拯救 圣经上说 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 主也告诉我们 不要怕 只要信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 所以 我们要相信神 在你还没有看见 就相信 这样的人 是有福气的 所以让我们的信心 是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而不是别人的话语当中 当你把你的信心 建立在耶稣的里面 你来祷告 你来信靠神 你一定会经历到神 祂所要赐给你的神迹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